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林工人把树种进挖掘机挖的坑里 到了夏天就有树荫了 星期二 今天是去城里修水馆 小小的一号挖掘机在窄窄的地方也能灵活运动 真是方便 因为有车辆和行人经过 不小心可不行 维持交通秩序的叔叔也忙得不停 星期三 叔叔开着稍稍大一点的二号挖掘机 去稍稍远一点的工地 是防止身体滑坡的工程 不管有没有路 不管坡有多抖 挖掘机都能突突地爬上去 咔擦 咔擦 星期四 干完活回家的路上 碰到了在山里干活的挖掘机 他正在往卡车上装木头 在河边 又碰到了一台干活的挖掘机 他正在清理河道 挖走淤泥 河水就能流得畅快了 还看见了粉碎钢筋水泥的挖掘机 看见了用磁铁锡钢筋的挖掘机 挖掘机伙伴们在不同的地方 干着不同的活 星期五 出发前 叔叔把二号挖掘机的颤抖换了下来 要去干什么呢 今天的工作是拆除一座旧仓库 紧紧地夹住墙 巴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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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收拾干净以后 要建一座新商店 好期待呀 星期六 好了 这回该轮到最大的三号挖掘机了 拉大挖掘机的是大拖车 地铁站前的一大片空地上 咔嚓 咔嚓 好多台挖掘机正忙得热火朝天 这里要建一座大楼 你看到三号挖掘机在哪里了吗 星期日 今天不施工 叔叔叔叔夫夫的过一天 挖掘机也叔叔夫夫 叔叔叔夫夫的过一天 旅程 Trucks